三星大洲國小的圖書館老舊不堪 經過立委陳歐破爭取補助以及傑出校友的捐助之下來進行改善 並且在最近來啟用 環境是相當的舒適、空間寬敞 提供給大洲兒童優質的閱讀環境 未來也將持續充實館長來增加學生、學習視野 老舊不堪的大洲國小圖書館 在立委陳歐破爭取教育部200萬元的經費補助 以及傑出校友無品聖捐助120萬的改善基金之下 進行內部的大改造 逆經三個月完工 校方今天歡慶圖書館的重新啟用 閱讀帶來改變的力量 閱讀讓孩子未來不一樣 三星的小孩 上將的未來 正是咱們以親師生、長官師生的共同夢想與期舉 保全一來,這款重新開幕囉 大洲圖書館周書寺重新啟用 立委陳歐破還特別捐輸,期望拋磚引玉有更多企業級人士一同來捐輸 校方也可以向詩人等地方人士來募書 以增加大洲國小的圖書館廣 讓大洲的小孩能夠多讀書 大洲國小圖書館 通常都可以用的多讀書、讀好讀書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? 我想支持這首第一頁,第一頁的第一頁的第一頁的第一頁